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是力量喝饭店的二把手高仔 欢迎来到我的神奇小厨房节目 今天呢我会来教你烹饪我的拿手好菜 狼癌患者的福音 以及减肥人士的不二之选 我称它为健康到能让你的身体长出青苔的夏季 保乱盾 但是呢在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向你说明一下为什么我戴着口罩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不用对口型直接后期配音 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宣的材料吧 第一步处理食材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胡萝卜先生 大家好我是好朋友呗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胡萝卜先生 很高兴认识大家 等等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过来 好的我们的胡萝卜先生他做得很安详 接下来是他的我们的胡萝卜先生的好朋友啊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送他上路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胡萝卜先生给和他的好朋友给他切一下 如果你根本不想削胡萝卜的话 你可以干脆直接不削 你可以直接吃它 胡萝卜皮我觉得它本身对人体也没有什么危害 你最多可以吃到一些土味不过没有关系啊 土味有时候对身体也挺好的不是吗 可喜可贺我们切完胡萝卜了啊 处理完第一样食材我们给他删进去 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人想说 哎胡萝卜啊 我又不想削皮 我也不想切 但是我们有包装好的胡萝卜 你可以直接买包装好的 然后直接给他丢到锅里啊 这个步骤就可以省略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非常的适合 狼癌患者呢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大蒜先生啊 我们给他按摩一下 然后扣掉他的小外衣 然后送他去跟萝卜先生团聚啊 他们都是好朋友 接下来是我们的芹菜女士啊 我们稍微用我们的神奇小菜刀啊 抚摸一下他 然后呢 他就 他就变小了啊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啊 是不是变 非常神奇呢 我们把它倒出来备用一下 要慢慢的啊 一点点把它刮过来 这样就不会掉到往外面去了啊 他哪里都跑不了啊 接下来是我们的熬芳卜啊 我们把它稍微切一下 切大块一点 这个熬汤非常好吃啊 非常好吃 我们给它绕出来备用 最后呢是我们的西郎花 西郎花这个这个根部 我不是很喜欢吃的 但据说它很营养 喜欢吃的人可以留下 稍微切一下 然后切这么多好了 然后我们洗一下它 清洗一下 这些食材都要清洗一下才比较油光满面 比较好吃啊 湿润润 才适合水煮 最后呢 是我们的这一块牛肉啊 这块牛肉是 它可能有点寂寞 太长时间了 在冰箱里面一个人啊 我现在要送 要送它啊 把它切小块一点点 送它去跟我的蔬菜朋友交朋友啊 好的 那我们食材呢 到这里就处理完毕了 第二步 开竹 好的 万事俱备 我们把锅摆在我们的灶炉上 炉灶上面 然后开火啊 虽然我用的是这个电炉 但是你们懂我意思就好 我们这道料理啊 它从始至终都是大火 我们不需要调节火候 这种这种东西太难了 我也掌握不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教给你们 你们只要知道 大火 从早开到碗 开到底 一直开到底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啊 加入我们的食用盐 一勺就可以 一勺 食用盐 从锅边淋入 我们知道料理的优点呢 就是 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调味 一次性的调味 你只要调一次 你就不用管它了 它的味道已经完美了 就比如说我 我喜欢在 一开始就把它调好 之后我就不用操心这件事情了 我们加了一勺盐 然后再加一点橄榄油 什么油都可以 一丝一丝 让一些小油泡泡 漂浮在水面上 这样看起来就好像 有点油水的样子 我们再加一点 这个葡萄酒 葡萄酒 一丝一丝 低一点进去 再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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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子 一丝一丝就好 再加 再加入 再加入我们的酱油 酱油 低一点 这颜色 好像不够 我们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再来点 好 应该够了 这种颜色 非常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完美 最后呢 我们搅拌一下 这颜色 汤汁的颜色就出来了 看起来非常诱人 像茶的颜色一样 接下来我们需要等待 汤汁 烧开了 盖上锅盖 那么在等待 汤汁烧开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要干些什么呢 可以跳一支舞 助助兴 打发打发时间 好的 不一会儿 我们的汤汁 它就想开了 但是我们 不行 我得让它再冷静一下 我们给它加点牛肉 让它冷静一下 接下来的步骤 就非常简单了 每当我们的汤汁呢 它想开了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点食材 让它冷静一下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把我们的食材按顺序 加加完 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好的 我们这次汤汁啊 它直接就开了 它不是想开了 它是直接就开了 我们要赶紧拿出我们的 小芹菜啊 给它铺上去 让它赶紧 稍微冷静一下 我们这个绿绿的小芹菜啊 放下去 就非常的美观 天哪 你好好的放芹菜 不可以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怎么想的 好好的放进去 放进去 就这样 轻轻的 可以 可能绿绿的 绿绿的小芹菜 铺在汤汁上面 还有一些黄黄的橄榄油 非常的美观 非常的健康 看起来 好我们稍微搅拌一下 我的天哪 好香哦 这是健康的味道 这是大自然的芳香啊 我们转眼间来到了最后最后差不多 最后的步骤之一 我们加入我们的西兰花 摆在上面 西兰花非常的厚 我们需要用这个小夹子 把它摁到下面 让它饱受煎熬 它躺在上面 水面上 它太 它太 它太享受了 不行啊 让人要把它摁在这个滚烫的汤底里面 让它吃人不如死啊 让它后悔 为什么长得这么厚啊 浮在水面上 好 接下来是最后的步骤 加入番茄 番茄 番茄由于煮得很快啊 我们就不需要盖盖子了 好 我们所有的食材啊 都加完了 接下来就要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等它煮熟的时候 出锅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就会想问 诶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出锅 这个问题啊 问的好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对那那就是偶尔吃一下 感觉可以了 就把它盛出来 非常的方便啊 这个方法啊 我相信没有人教给过你们 是不是非常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呢 好 经过片刻的等待 看来我们是已经可以完成 呃可以进行出锅装盘了啊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少了一根 少了一个西兰花 它去哪里了呢 它被我吃了 好 我们出锅装盘 技术总结 不需要技术 是个人都能做 试吃时间 欢迎 我们出锅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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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做出锅装盘 我们出锅装盘 天哪 这简直是 太美味了 我怎么这么有才啊 赶紧来试试吧 再见